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西红柿是现在大家非常喜欢的食物 既可以当蔬菜又可以当水果食用 西红柿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变白变美 其实西红柿吃对的话 还可以帮助我们减肥瘦身 首先西红柿在饭前吃最好 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果胶 吃了之后能增强人体的饱腹感 能够减少正餐食物的摄入量 减少热量和脂肪的吸收 一边向大脑发出吃饱了的刺激信号 一边加快肠胃的蠕动 促进体内的废物排出 另外西红柿还有番茄红柿 这个番茄红柿能够抑制脂肪的细胞增多 而且还能够吸附肠道上多余的脂肪 促进排出体外 不过如果有胃痛胃寒的 又建议你不要再饭前吃 因为西红柿偏寒性 很容易引起肠胃的不是 而且在餐中吃西红柿 西红柿也是有利于减肥的 它当中含有的番茄红柿 不仅能够解油腻 还能够让番茄和胃酸混合 避免出现胃部的不适 西红柿还含有非常古特的柠檬酸 这个柠檬酸可以促进糖分的代谢 还能够减少体内糖分的堆积 大家可以选择在晚上吃西红柿 晚上的活动量较少 碳水化合物容易转化为脂肪 西红柿中的番茄红素 可以控制血糖值的升高 从而改善我们的抑胖体质 其外西红柿当中的褪黑素 还能够帮助睡眠 能够促进睡眠中生长激素的分泌 而生长激素又能加速身体的新陈代谢 还能够促进脂肪的分解和燃烧 真正的实现躺着还能够变瘦 另外西红柿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特殊的果胶 可以清除体内的垃圾 减少黑色素的生成 能够滋润皮肤 减少色斑的出现 可使皮肤变得更加的白皙光泽 有弹性 同时 似乎是在经过高温烹煮后 会释放出大量的番茄红素 番茄红素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 可以很好的预防衰老 保持正常的细胞代谢 维持人体的精力旺盛 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希望这个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让你变得越来越美 越来越苗条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